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莫斯科会谈时,试图说明美国对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政治领域的意义。 据俄新社10月23日报道,消息人士表示,唐奈巴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伯尔顿,目前正在莫斯科与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和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会晤,美国大使馆就会不成果的一些公开评论令外交不惊讶。 他对俄新社说,比如,美方提到双方讨论的高加索知识,但这个议题实际上完全没有涉及,甚至不清楚他们所谓的高加索指的是哪里。 俄罗斯的北高加索地区还是博尔顿,明月将从莫斯科出发,前往的外交加索国家。 消息人士指出,关于讨论中国的说法,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他说,博尔顿的确试图说明美国对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政治领域的意见。 不过俄方立即明确表示,涉及中国伙伴的任何问题,应当举与北京讨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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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